大家好 我是徐明哲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那么今天的台股盘中 再创一个短波段的新高点 连同今天算起来上涨了18天 那么这18个交易日 尤其在上个礼拜 大陆人行无预警的双降的政策 让这个整个市场的钱又更多了 当然造就今天台股往上 再创一个短波段的新高点 那么整个成交量 还没有放大到1100亿 到1300亿之前 我们上个礼拜讲过一句话 真的对多头的走势 不要预设立场 你可以在关键的时刻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一旦趋势做扭转 那么一样是在往上走的过程里面 当然会有很多的股票 陆陆续续跟上来 原先我们告诉大家说 这一波尤其是在10月23号礼拜五 我说当天的节目很重要 你要重复的收看 因为在整个不管是高价股的结构 或者是主轴 像升级像汽车 那么包含13.5的计划 告诉你一个大方向 叫做健康中国 这个大方向累积出来的能量 它是非常的大 因为就政策上面来讲 如果跟台湾的相比 台湾现在你看不到任何的政策 是有关于未来 就是在吵一些有的没有的 我虽然不想这样子讲 但是当全世界的目光 都放在中国这块市场的时候 我们是做商业行为的 我们是在观察股票市场的 我们是在观察经济脉动的 当别人推出一个 很重大的政策的时候 后面往往伴随了 相当庞大的商机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现在的台股涨到这边 今天说在8745点 对很多人来讲 指数是创新高 但是你要去访问自己一句话 自己的财富有没有创新高 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谈过 欧洲持续扩大QE 美国何时会升息 其实就目前的看法来看 应该是会往后遞延 所以整个市场叫钱多多 不要预设立场 包含的来 你今天看到这个 围棋四天大陆五中全会之前 其实中国人行抢先在周末 送上降习一码 降准两码 这个双降的大理 也让今天的亚洲股市 一样的往上做电高 因为大陆双降代表着 不断的有宽松的货币政策跑出来 那么我们上个礼拜讲过一句话 房市你也不太能去的 那么在市看起来也还好 对不对 就只有股市往上做发展 当然是买股票 所以我们在之前谈过这个空间跟时间的观念 其实很多人在想说 那为什么这波台股 金金涨到底要涨到什么时候 那么点头这个礼拜涨上来 如果你从第一周开始起算 台股见低点 7203点那一周开始起算 那么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往上涨 其实就整个格局上面来看 我们之前讲过了 来台股在往上创新高的过程里面 在10月15号当周 那是礼拜三我画的 我说台股往上创新高 涨到第8周 你如果以时间波上面来算 会有一个涨势的设定 那么以量能来看 日K线没有出现1100亿到1300亿之前 那么你就不要预设立场了 主流在生计跟汽车 还有两个族群 一个叫末班车 一个叫跌升反弹 只要你看到这些迹象 通通没有跑出来之前 我认为你就是积极的做多 做多到什么时候 做多到你认为说 哇 太多做不了 那个时候 但是这是玩笑话啦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看着这个行情 就是一路往上走 但是一路不敢买 所以我们这一波 不断的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锁定的是主流族群 就像我们这一波一直告诉你 你要把自己手上的持股 浓缩再浓缩 不要超过五党以上 你战略上面 把它定在持股五党 战术上面怎么用 锁定主流 然后呢 好股来回做 你就可以在一个波段里面 去创造自己的迹象 去把未来展望 一到两季非常好的公司 给找出来 整个产业给找出来 后面你就知道 该怎么做 所以如果未来产业前景会好 基本上筹码就会强 筹码一旦强 市场展望再更好的话 股价就会做喷出 所以现在往上在创高的过程里面 我们都希望大家找到一个重点 就是你布局的方向 你要非常的一致 就好像很多人在看我这一波的 分析的过程 不管是之前第一波 叫做纺织 第二波叫做什么 生计 第三波叫做什么 汽车 这三波涨上来的过程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股票 它是创波段新高的 那么创波段新高 创挂牌新高就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趋势 这个产业它是对的 既然它是对的 你就不用对于高点预设立场 所以我上个礼拜再讲到 为什么建林创挂牌高的时候 很多人觉得很surprise 啊怎么大环境景气那么渣 然后我们还可以找到那一种 第三季营收创历史新高 然后月营收再往上走的 我说不是因为大家你感觉 就像现在涨上来很多人感觉说 好像快涨不动了 好像要跌下来了 可是偏偏它又创新高 股票市场不是凭你的感觉 是用下去分析的 所以当你分析完了结论 就像我之前在告诉你说 涨了八周难道就涨完了吗 不一定啊 时间或我们设定几周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对不对 涨势的时间波里面 如果它走得慢 中小型股表现空间会非常大 反过头来讲 它如果连续几涨 就是涨大型股 但是anyway 它就是多头控盘 不是吗 所以我们在这一天告诉你 9月25号 我说台股回撤完缺口之后 开始第二波的战场 要往上了 对不对 所以当你选出了汽车跟升级的时候 你就是进行第二波的操作 涨到第13天我告诉你 如果补要是往上走 量缩拉回还是再往上走 这个方向一致 但是过程会不同 对不对 当时我们还讲到建林 还讲到浩顶 后面的股价 都创波段新高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 上个礼拜五告诉过你说 台股来到这个嘎空点 这一根K线的时候 要怎么表态 等量 等量 来 所以今天台股上涨第18天 我一样告诉你 这个叫等量 如果没有等量 它不断的往上做电高 越过这个点 它才会放量 表示要进行攻击 这根黑K棒 那么以季线的扣底来看 现在准备急速往下 季线还是往上走 越线它还是往上走 那么一旦往上走的过程里面 有谁规定不能连涨21天 有谁规定不能连涨34天 所以我常常这样子告诉大家说 当整个趋势出来了 其实今天你看到很多的 相关的个股 不管是 汽车也好 不管是升级列股也好 都跟这个大方向有关 然后 这个大方向我也不是第一天谈的 我跟你谈很多天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你们看到很多的消息 包含大陆的互联网 开始拼线上医疗 这一天新闻很重要 阿里巴巴也跳进来了 对不对 所以当你看到第二个方向 我说 当整个13.5的规划主轴 叫做增经济重生态的时候 其实他是告诉你 我们先有钱 后面要进到全面性的小康社会 所以当18大推出2020年 实现GDP跟城乡民众 年收入有往上做成长 对不对 更重要的事情就是 人活着要健康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讲 这波我们不管在分析电动车也好 或者是分析医疗产业也好 像康友 那么我们一开始的出发点 都是告诉你 什么叫分析 就是把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 先给模拟好 然后如果股价 营收 技术形态 完全符合自己的分析 那么你就会有超额的利润 就好像我们之前在讲说 其实很多人现在回过头来看 回过头来看 当时我们在9月初 给你一个大方向 叫做锁定台湾的生计产业 其实当时很多人在想一件事情 徐老师 这高票这么多支 到底要怎么挑 我知道你在讲生计股 那么你要怎么去挑 你认为好的生计股 我说我认为好的 第一个像新药股里面 是174号顶 我分析新药完毕 我只挑这一档 我没有拉哩拉扎告诉你说 等一下你看安城药 等一下你看那个唐莲 等一下你看其他的股票 我希望你把资金集中在哪里 集中在号顶 对不对 第二档股票是什么 第二档股票是康友 那么你今天回过头来看 来 大陆135之间 他这个期间里面要推动建商中国 这个已经是成大方向了 所以这个叫人性的政策 我们当时也是从人性开始分析 人从穷变到富 十一住行育热是怎样 先求有 以前有的吃就好 现在要吃更好 对不对 以前有的玩就已经很开心了 现在要玩得更开心 然后追求顶级 所以这是一个人性的政策 台湾以前也是一样啊 对不对 既然大陆的战略方向叫健康中国 战术要怎么运用 除埋害啦 电动车清洁能源 点点点点一大堆 要健康 医疗升级 益财照顾 这个不都是台湾以前走过的路吗 只是大陆现在一旦推动 你知道这个市场规模有多大 这个市场规模渴望突破10兆元耶 什么叫10兆元 就是你在这一块大饼里面 你不用全吃啊 你不可能对不对 你只要分到小小的一杯羹 以台湾 以台湾 上市会公司的规模 随便分到一杯羹就好 它的利润有多大 所以我在分析大陆政策的时候 我喜欢用斩钉截铁的方式告诉你 这个医疗政策或是这个政治方向 它是很确定的 后面它就有商机 所以我们当时在讲说 F康友的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我当时在讲 大陆的城乡医疗 很多人是不以为然 因为你说 这个到底有什么了不起 康友不就是在做输意的吗 就是把那个点滴 然后做成瓶子 然后拿去卖 当时你是这样子想对不对 可是我当时讲说 如果要我挑升级股 我一定先挑有赚钱的 而且获利要好 然后净值跟股价 是存现合理状态的 对不对 我才会去做一个切入的动作 所以我当时在买康友的时候 我们当时就设定过 明年它将成为大陆 第五大的输意场 那么请问你 在这个价格 你认为合不合理 我认为有低估的嫌疑 后面用技术形态也告诉你 甲破针穿 事后你这明针的 从这里到这里还填权 还填席 总共赚了60块钱价差 这个是一段的操作 当这边它就很热门 对不对 这边不会有人分析 所以我们在讲趋势产业 你看我的节目应该是 会很习惯的事情是 我们会领先大家去告诉你说 将来会发生什么事 我认为这个才叫分析 不是等新闻出来才念一篇 然后告诉你说什么股票强 那个没有意义 所以你今天回过头来看 除了康友之外 来 健康中国的方向 还有一个在会什么 医疗生技 医财跟照护 对不对 那大家记不记得 我包含在见面会里面 我预告过 我说我有挑了两档股票 一档叫中低价的大家都会有 另外一档是高价股 那么当时我也买一个伏笔 我说我在现场没有 没有任何的图卡秀给大家看 那么我希望是 大家找到好的切入点在做切入 不要把我们的见面会当成 爆牌的一个场合 当然这是在现场的人才知道的话 那我们后来挑出来的一档 生技类股 你今天回过头来看 健康中国跟这个方向有没有关系 你除了小孩 成年人 接下来就是老人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五提醒过 我说两岸高龄化 这个叫社会的趋势 这个叫社会的趋势 大陆这一方面更严重 更严重 所以我在上个礼拜三的时候 我说我们有一档新的生技股 今天我要开牌了 因为他已经创短波段新高了 他叫什么 盛宏8403 我说这家公司2014年赚1块8毛1 2015年赚上半年赚2块8毛7 净值22块钱 股价45块钱以下 我说这个叫大陆政策的医疗生技股 很多人现在回过头来看说 真的 徐老师怎么 大陆后面跟你讲健康中国 这一块就有关系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产业它是很庞大的 问题是你要怎么挑 请你去挑有赚钱的公司 不是吗 所以不要认为每一家生技股都没有赚钱 他是有赚钱的 来 那么当时在11月22号礼拜四 我们做第一波的布局 我用技术语题来告诉你 这个叫假破 对不对 这个叫假破 上个礼拜五涨到哪里 高点43块4毛 这是我们当时的抗讯 11月22号礼拜四 42块钱 今天盛宏最高涨到哪里 44块钱 你知道吗 从这个位置涨到这个位置 又准备挑战一个短波段的反压 那么我再讲一句话 反压一旦越过 反压就会变支撑 所以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一档股票转强 一定有它的道理 对不对 公司有赚钱 符合现在大陆政策方向 2016年准备开始扩大自己的产能 这是增加病床数 那么请问你 这个产业是不是正成长 所以我今天把股票告诉你 不是因为告诉你说 这档股票转强了你要去追 而是你要去体会 我们所分析的每一个细节 它告诉你什么事情 你才能精算你每一步的自负自路 所以等一下休息回来之后 继续谈到第二个主轴 叫做汽车 当然今天我有压了一个伏笔 高价股里面我们有一档全新的股票 即将做布局 却下之后 我马上回来 恢复家园时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 请丢气 水 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 要尽速清除 堆分警觉 堆分自我保护 轴轮精细的刻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 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看你这么年轻 怎么就气喘兮兮的 爷爷你怎么都不会喘 除了运动 我也定期做提示 体势能检测 体势能检测 你看 全国各县市都设有 体势能检测站 提供民众检测 项目包括肌力 肌耐力 心肺耐力等多项检测 还有营法族 专属检测项目哦 这里的教练亲切要专业 那我也要定期来检测 运动九九健康九九 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 来回到现场 还是锁定主轴方向 然后找好的股票 轮流做操作 把自己的持股降低到五档以内 你的操作才能够扩大战果 这是我们的坚持 你看我的节目 我很少推新的标的 是因为 我讲一句良心话 哪有这么多的好公司 是被忽略的 不太可能 所以 当我们很认认真真的 找到一档股票的时候 你要好好的把握 你要好好的把握 就像我过去在讲 建林是一样的 其实 我们分析一个产业 我说一个叫know how 一个叫成长的方向 你自己都知道 一台车 我去买新车 安全气场怎么变成四颗 变成六颗 变成八颗 对不对 这个叫趋势产业 当然国外大厂出大包 他接到订单 因为人家的know how很强 不是吗 所以我在讲建林的时候 当时台股破底 我说破底之后 你要买什么股票 你要自己先选好 我们选汽车我们选生计 不是吗 低段上去做价差 来到月线把他接回来 事后你证明真的 好好的做一档股票 跡下不会比什么 每天追新股票的来的差 不是吗 甚至到上个礼拜 台股开高 我说钱多多 所以新的会员要买什么 一样是买建林 177 尾盘拉道涨停板191.5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公司营收创新高 股价创新高 筹码相对安定 台股还没上万点 他早就回到自己的14000点了 而且我们一张都没卖 今天稍微震荡 OK吧 所以我们在讲趋势产业的时候 其实都希望你 除了你了解这个产业 它会成长之外 另外你要去注意说 这个产业里面 它有什么股票 它是回撤完毕的 然后你可以做布局的 我再举另外一档例子 来 这一辆股票是茂莲 老朋友了 来 最近他因为TESLA利空 回撤这个缺口之后 来到季线附近 他又开始有转强迹象了 那么我讲一下技术分析 如果这个形态 它是完成的 基本上钱高 理论上要来挑战一次 所以如果它是一家好公司 筹码它已经清洗完毕了 本来你就可以注意买点 不是吗 就像我们之前在讲 另外一档股票 康普 电池材料的 我相信我在讲的时候 很多人都很清楚 一台电动车 最贵的出了引擎 接下来就是什么 电池 不是吗 9月24号分析的 我说PE不到8倍 为什么会跌顶板 因为散户在卖 对不对 所以我们做接近的动作 来 后面回撤 季线跟月线黄金交叉 我说这叫回撤 没有必要卖 甚至找买点 来 这是今天的康普 短线上面越过下降反压线 而且正式站上越线 代表什么 这两个反压 今天正式短短的做突破 一旦高点做越过 就表示 健康中国的政策 包含清洁人员 包含电动车 即将做一个波段性的发动 我们的看法没有改变 股价整理就让他整理 但是一旦股价往上做喷出 你就不要追了 所以针对我们过去介绍过的股票 我都希望你在操作上面 要有所依循 要有所依循 最近4174的耗鼎在震荡 来哦要注意哦 这边到这边 这个像一小段对不对 但是高价股有一个操作的枚杆 就是它的价差很大 它的价差很大 如果你玩一档400块钱的股票 它的价差一震荡下来 有时候站在人性的立场 你可能会受不了 我话带到这边 因为我们已经做第二波的了结了 那了结就了结 把档就把档 我们是希望所有看节目的投资朋友 去知道我们的操作理念是什么 就像我们这一波在讲高价股 很多人看了节目就讲说 真的徐老师 我看了你的节目 然后呢 我虽然买不起高价股 但是我光看了这个高价股 我就知道涨的方向在哪里 那我也鼓励各位投资朋友一个观念 与其你杂七杂八的 去买十张二十几块钱的股票 你倒不如把资金挪回来 好好的做一档200块钱的股票 它未来会涨三成五成的 我认为这个对你来讲比较有用 你去想 因为花的资金是一样多的 你不会拿出更多的钱 二十块钱买十张 跟你两百块钱买一张 意思是一样 意思是一样 所以这波很多的在高价股 我说我的坚持是什么 我跟你算这些实战记录 是已经了结了 我们才算 已经才算 来 所以我们之前在做上尾 193做切入 2208档 4733上尾 很多人讲说哇徐老师好可惜 对不对 今天涨停板 这不是我们分析的趋势吗 但是我不会为了做生意告诉你 我还有这支 没有就是没有 但是我们在分析的时候是告诉你 对不对 埋害概念股 健康中国 是不是有兵购 对嘛 来 接下来你看老朋友像茂莲 我们做了两趟 像健林当然不用再讲 已经了结的是这一趟 第二趟还在进行 来 康友178 对不对 60块钱 来 号鼎261 两段150块 所以上个礼拜我们预告了 百元俱乐部再传捷报 上个礼拜健林掌停板 创波段新高 我说我已经准备好下一档 这个机会是留给愿意争取的人 当然假日很多人愿意争取 我们讲的话我们一定会做到 所以这一档高价股 是留给愿意争取的人 那么先看一下技术形态 基本面少过就好 因为有时候真的要等股票喷出了 人家才会讲基本面 就跟健林一样 来 这一档股票现在在这个位置 这是我们百元俱乐部最新的精选 基本面在这边 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愿意跟上来的 好好的把握这一波的行动 有需要符合的地方 跟我现场助理做联络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